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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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仗台版李瑞 比赛现在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比赛 这场比赛是中国香港的潜意中 对阵来自西班牙的丹尼尔加利亚 这场比赛就有意思了 香港复杜独播剧场的几乎所有的选手 都是纯泰风格的选手 我们的场上裁判李瑞老师警告了 说我说停 你就不能再打了 是纯泰风格的选手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话题 包括陈启迪 陈启聪兄弟 这功夫兄弟加上潜意中 都是复杜独播剧场目前最能打的战将 对 嫌疑中是94年的选手 1米78的身高 臂展达到了1米81 44剩11副 是 打法是这种比较典型的泰拳 加了一部分拳击的技术 来自西班牙的丹尼尔加利亚 是这个ISKA的冠军 这个选手的1米78的臂展 还是比较占优 不过他对手比他还高 对 他的这个身高是1米73 避闪1米78 92年的选手 目前是28胜6负 28胜当中的13次可又接近一半的冲击力 我们这边的话音刚落 说这个丹尼尔加厦将近一半的终结率 这下终结的战绩又刷新了 非常强悍的一个选手 对 数高强的选手 在防御能力上的确是一般会有一些 哦 这边一拳 完全是这个利用自己的士大力臣的进攻啊 让这个潜意中是整个防守根本是抵挡不住 比赛进行到第一局1分24秒 蓝方TKO对手 比赛结果蓝 放射 祝贺丹尼尔 向前迈进了一步 我们B组的决赛再见 同时感谢陈一忠 我感觉很不错 我感觉很舒服 虽然在这一场比赛 我感觉很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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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后登场的是 63公斤级 陈文泽对丹尼尔特里 68公斤级 谢雷对林大德 68公斤级 熊子强 对沙米尔 武林峰精彩继续 远征北方大陆 挑战战斗民族 武林峰首次征战俄罗斯 最强大的对手 最飘悍的民族 是胜利凯旋 还是煞鱼而归 7月15日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战斗打响 2017 武林峰中华武术万里行 下几层进军营 校园行 去乡村 走边疆 闯世界 多路出街 用功夫 波萨希望 用英雄 心力青春 中国武术崛起制作 武林峰 盛封茂域 在人生的道路上 谁都难免遇到挫折和阻碍 而习武过程中的磕磕绊绊 则是一个舞者成长的起因 是不是太胖了 这怎么了 好 应该加入了 我还是会用 艺术 有 诶 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传统武术转型自由波及两年多的时间以来 大家越来越看到他在这个擂台上的从容与稳健 这位选手今年22岁 身高1米73 来自郑州顺远搏击俱乐部 当前的战绩四胜三负 掌声送给来自中国的自行火炮 陈文道 中文字幕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年 jugs ready 篆次asma 厂上台版牛曹旺比赛现在开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状态的解析度让来讲 确实特里是明显的还是有优势 对要大 身体体脂率要低 陈文德叫自行火炮 攻击力很高 在前面的比赛呢 陈文德打出的比赛很多观众对他很看好 是 打法很硬朗 不知道这经过了一段时间 陈文德会不会再提高一部分自己的这个激战术水平 我们不能永远指望着这个陈文德的这个两手重拳 是 还是整体的技术体系会更有效 两个人现在是出在中远距离 就是腿法的这个 厉害 打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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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上钩 好 上钩 厂上的边角告诉这个特里 说你要往前 you need forward 是 我们的厂上裁判就到了老师警告了 不可以双手固定 对 陈文德这个自行火炮已经开启了 火炮已经瞄准了对方 我们看看特里的忍者标啊 忍者刀啊 什么时候能亮出来啊 这个时候是不是要放分身啊 陈文德一直是压着特里在打 哦 连续打扣 连续左度打扶 右侧打扶 漂亮 好的时间卡进去 特里经验也很丰富 陈文德现在开始酝酿下一次进攻了 好 这次是压下边角 告诉他要保证你的站立姿势 要注意内外侧的扫踢 要出自己后手 要出同侧的这个左扫右扫 哦 陈文德的这个前手 因为是反架 他这个右手拳是前手 那这个如果后手拳打到斧上就非常危险 第一回合陈文德发挥的很好啊 这个进攻状态非常的漂亮 没错 这个现代化武器火炮 是 在第一回合是压制了这个日本传统文化的人者 来看第一回合的慢性挥放 陈文德整个的进攻的状态非常的漂亮 想看连续的打斧 连续打斧 看到刚才陈文德的边角啊 王可汗也是指导了很多方这个技术方面的东西 王可汗本人就是很擅长打这种突进和组合进攻的人 是 所以说呢这个陈文德呢 在刚才第一回合当中呢 非常精彩的表现 让我们也期待在接下来 陈文德会不会有更好的状态拿出来 连续的中击 不过丹尼尔特里只有1米68的这个身高啊 是 但是臂展的数据呢非常的精彩 是1米82 对非常惊人的一个数据 那丹尼尔特里是86年的选手 这个已经31岁了 是 陈文德呢95年 两个人年龄还差的比较大 是 陈文德是 这个重击能力非常的不错 是 而且定装的输出 我们看又一次 数据 接下来 他重量的比较低 他必须得固定在两个人的 他的后手可以够到对方的距离 是最擅长的 现在我们看特里 也好像找到了 陈文德的习惯 特里更擅长的这种腿法 其实很难给陈文德造成 特别大的压力 他现在能做到的 就是让陈文德的重击打不到 这几下都打手套上的 陈文德我感觉是在等一波爆发 他已经好久没有出大阵 在继续力量了 在寻找机会 陈文德表示抱歉 踢到对方护去 拿着 им 第五条 这个扫踢很重 特里现在需要做更多的给陈文德能带来威胁 并且在意识里让陈文德不太敢往前进的机会 那现在特里做不到 这回合陈文德一直在找机会 输出中击 但是并没有合适的角度和方位 没错 那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陈文德在前两回合的这种输出中击的能力非常的优秀 是的 那么特里相对来说只用了下肢的进攻技术进行控制 对 显然不够 所以说在这回合当中呢 陈文德和特里互相的都还没有找到更好的 陈文德呢是在中击方面有非常大的优势 第二回合呢特里的稍稍改变了一些战术 陈文德呢也并没有找到更好的这个输出中击的方法 嗯 这个现在特里的机会变得随着时间退役越来越少 是 哦 漂亮 特里刚才的这个右手边左腿的扫这个很漂亮 哦 哦 找到机会了 连续的输出中击 对方 陈文德连续的输出 哦 陈文德即时的通这个绳脚是把退出来 哦 哦 陈文德一直都在找这样的一个机会了 哎 就一找到 那特里确实也是非常聪明的一拳 加上那个长臂展啊 特里可以说把自己的上半身挡住了很长的一部分 对 168的身高 182的臂展 哦 这从这个现在这个角度我们看基本上这个上半身有四分之三都会这个在他的防御范围内 加上他攻一点腰 对 就特里的这个臂展啊除了他的这个手臂长一呗 这个肩膀的这个宽度也消耗了一些数据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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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许 쉬接腿后一次华力啊 牛 vehicles in a hurry 尼克华老师已经警告两次了 三次了 这We强了 也要小心啊 ставля 所以如果因为这些压点呢是挺亏的 对 这个太遗憾了 是 Honestly,前期的其实是有优势的 是 哦 这一下踢到了 这个小心啊 特里可以调整一会儿 规则当中最多五分钟 好 特里缓过来了 翻 哦 这一拳塞到了 好 连续的进攻 连续的进攻 右手的达伯 上钩 上钩 连续的变现 漂亮 连续的达伯 连续的达伯 哦 特里这个坚强啊 连续的这个达伯 也不把这个防守报价放下来 陈文德的拳 越来越准确了 是 效率高 准确率高 是 3 2 3 4 OK 1 5 连续的达伯 再一次 再一次 打到防控手上 这场比赛如果 在这个之前的判断呢 陈文德应该是稳稳拿下的 是 有效打击数两个人差的还是挺多的 到 最后的10秒钟 可以啊 5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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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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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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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 3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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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3 2 2 2 3 3 2 2 3 2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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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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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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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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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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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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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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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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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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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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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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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wins and follow this one go from Nedela 即将登场的这位红方选手 在武林峰的这台上 越来越受到广大全迷朋友们的喜爱 当之无愧的明星 日本高手九宝 优太 身经百战的泰国一修 Ikusa 最近都是他的手下败将 这位选手今年25岁 身高1米77 来自新武创新搏击俱乐部 当前的战绩 25胜13副武林峰中国勇士 WCK周济金腰带的获得者 我们掌声 有请来自中国的战警 谢 来 我是 未经许可 我得出 blunt 画议 以� 救出 我得出钱 我得出门 这个 牛曹旺比赛现在开始 将军 将军 好 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现在是在河南电视台巴赫演播厅 为您呈现这场68公斤级的超级战 中国的战警谢雷 推着来自荷兰的林纳德 谢雷我们观众已经很熟悉了 最近从复出以后 谢雷的状态可以说是越来越好 再加上这个新武创新 应该是对他寄与了大量的厚望 和训练的重心 谢雷现在的状态是真的是不错 林纳德来自于荷兰的选手 但我感觉林纳德的往期比赛 其实更像一个快速一点泰拳选手 两个选手在身高上是差不多的 谢雷是1米77 而林纳德是1米78 而且这个臂展其实也基本相同 林纳德是一个很奇怪的选手 长着1米77的个头 但是不管你从任何一个角度看 你觉得他都没有那么高 可能是因为头大的圆 对 这个头型影响了整个身高的比例 但是速度很快 这个选手 我们看 边波 走 这个是踢到了 谢雷也很无语啊 我到底能说些什么呢 我心里很平静 甚至有点想笑啊 我们看林纳德的速度多快 在这个进攻的速度中 启动的运动很小 这些还是要再调整一下啊 不知道谢雷是不是要找一下短裤的原因啊 那个狮子是不是太明显了 好 哈哈哈哈 后手 还没打到 哦 对方低扫 中段 写着一个跳 两个人移动速度很快啊 很快就从擂台的这边到那边 我们擂台内部的这个边长是7米 后手接腿摔 我觉得 后手接腿摔好像我们很少见到这样的组合 是 而且这样的这个打法呀 在一般在现场呢 很容易让这个观众呢 这个情绪呢为之一震啊 中国的这个散打水土还是很深厚的 对 从场面上看起来 这个画面上这个很好看 可是事实上戒腿摔 是没有任何比赛判法的这个考量的 哦 对方顶歇 这谢雷是一日想往前往前往前走 但是这个在进攻的时候呢 呃 林纳德的这个方法很快啊 哦 在底下的是 是这个小不点啊 这个 塞尔杰 是他的边角 是林纳德的边角 我们看到 俩人有点像兄弟俩 对 这个长相有点很类似 这个谢雷好像是 在第一回合当中 还没有完全找到这个 没放开 对 还没有完全找到状态 出的动作比较少 我也可以理解 有点自己 这一回合的漫进回放 这是刚才这个接腿摔 这一下是现在很好地利用对方进攻的这个空挡 给对手头部一次击打 是 这个是一个二次的前半 上来就要出飞身动作啊 中断了 前后白 后直 这个现在是个第二盒上来就好 两个人这个速度都提上来了 前白没打到 两个人连击的这个效率都不高 都是启动很快 但是单击完了以后后续动作跟不上 首进攻的时候 首次进攻的时候提速很快 后的在接连往上走走的时候 这个节奏上就慢慢的有点跟不上了 刚才谢连讲究的接腿帅没成功 被对方还走了一个后直 那两位现在在场上继续的 还是有回复到了刚才第一回合的那个双方那个僵持的状态啊 两个人有点像君子痘的感觉 就是咱俩开始先打到 打到就算完 刚才谢连又想接腿没有接住啊 起来往前夹 对方一个变线没成功 打火 连续打火 这个解说了比赛的时间越长啊 我们对学习外语的兴趣就越浓厚 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对方的边点在说什么 特别想窥探他们给运动员出了什么样的信息 是的 后手 现在双方选手在这个场上那种打的状态 特别像那种回合策略游戏 是 这个并不是拼操作的 而你一下我一下啊 中击达到了 感觉上林纳德的中击好像并不是很擅长啊 很快但是重击少 谢蕾打上去的更扎实一点 对 但是树没有对方高 被谢蕾塞出鼻血了 谢蕾后手准备上了我们看 对方一个前摆 好 还不错 在对方背身之后没有施予进攻啊 谢蕾这个 武德不错 后手拳又塞到了 林纳德现在需要做这个连续进攻的快攻了 对 如果没有办法给谢蕾再来威胁感 又一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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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到了 好 好 好 上高 平高 漂亮 这个 差一点点 对 我们说这个比赛场上没有如果 但是呢其实我们有时候忍不住想去假设 我们刚才看到了在第一回合快攻的林纳德在面对中击的谢蕾以后体现出来自己的第二回合都不值了 是在回合结束的时候呢如果再给谢蕾一点时间我们是不是可以再期望有更精彩的表现呢 没错 我们只能起来第三回合 这是最后的那一扇 就差这么一点 对 对 好 那么上来直接跳蜥 那么上来直接跳蜥 谢蕾在第二回合应该找到部分的信息啊 这个 这个 这个短裤肯定有问题 回去换一条 这好像是在中间有一秒准星一下 这个玩笑给玩笑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谢雷要打二次防反 第一次前攻 中断 谢雷进入到这回合当中的这个进攻效率的是很大的提升了 信心也足了 应该说找到了克制对方的这个方法 对林大德的速度很快 我们在一上来以后非常的担心自己被击中 经过击中以后可能谢雷有一个判断 对方的这个单击不足以击垮自己 是 所以谢雷选择了更多的对拼 其实我们在场下在分析的时候 可能需要一分钟两分钟来给大家阐述清楚 再在场上运动员做这个反应 到在部署下一步的这个战术的时候 其实可能几秒钟的时间就是瞬间的事 所以选手需要非常的果断 对 场上形势瞬息万变 稍稍犹豫就给对手可能会留机会 是 是 给能得砍一下 达福 谢雷在攒重击了 我们看后手 漂亮 又要出了 谢雷攒重击的这个动作很明显啊 会紧着一下 马上这个好像这个状态是 已经这个喊了预备的那种感觉啊 是 在这一回合 明显感觉到林纳德有一些慌张 是 因为在这回当中呢 这个谢雷的这个多点的打击其实都很奏效 是 中段然后扫腿上钩 像谢雷这样的选手呢 他得意就得意在自己的这个经验上 对 他判断出来对方的这个重击不如自己的时候 马上果断的选择了跟对方直接进入内围的对拼 对 这是在场上的这个非常清晰并且非常聪明的一个选手 是 点拳 最近新武创新的这个技法不那么明晰化 原来就是全民上来就要跳西 对 就要转身的边拳 其实慢慢的这个让这个选手个性化 然后呢量身定制的这样一个方式 其实很好的发展 是 就是 最后水马周 看谢雷最后怎么利用这点时间 那这样的一场比赛 谢雷可能会拿下两回合 是 甚至更多 尤其在后两回合谢雷的表现呢 应该说是更可圈可点的 是的 那我们来期待一下官方的盘发结果 我们看在第三回合的对拼中 谢雷选择了跟对方进行中进距离的对攻 产生了比较好的效果 其实林大德并不是没有打到谢雷 对 其实在受到对方击中后呢 谢雷的眼神可能更鉴定一些 是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29比28 2号裁判 29比28 3号裁判 29比28 比赛结果 红放射 34 5 3 4 3 4 4 46 公固 3 登场的是68公斤级 熊子强对沙米尔 WLF63公斤级 世界功夫王者半决赛 陈门德对丹尼尔加利亚 武林峰精彩继续 是达战达终结阿拉佐夫 长达四年的独败金身 还是阿拉佐夫 祥福不可一世的成吉思汗 两位同样来自北方的战神 为我们上演史诗般的对决 8月5日晚8号演播厅 我们共同期待 咨询电话037朝606个1 展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 传播中华文化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WLF武林峰环球拳王争霸赛 来为您呈现一场 68公斤级的超级战 即将登场的这位蓝方选手 可以说是2016年武林峰 擂台上最耀眼的明星之一 在2016年终盛典上 他与德国战车恩里克科尔 对战时的完美逆袭 让我们所有人都记住了 这位俄罗斯的黑王子 今天也是他拿到了 70公斤级世界功夫王者 金腰带之后的第一场比赛 我们欢迎王者归来 这位选手今年25岁身高 1米69 战绩38胜5负 WLF2016年70公斤级的 世界功夫王者 我们欢迎俄罗斯的 沙米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我的印象当中 这一位年轻人 自从踏上搏击之路之后 和世界强者过招 基本上就是他的家常便饭 其实面对这样的挑战 有理想的搏击选手 这是难以抵挡的诱惑 这位选手今年22岁 身高1米72 来自星武创新搏击纪录部 当前的战绩是25胜 石负两次KO对手 2015年武林峰的新人王 我们掌声欢迎 来自中国的斗牛市 熊子强 建议 我的爱 i want to say goodbye 再将我的过去 i want a new life 再将我的眼泪得到个失败 再将那个人超自宫的时代 再将我的烦恼不再孤单 再将我的爱不再哭喊 rid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waiting at the 6HKG 172CNB scores 22 years old 25 wins KLogan 2KO 只想我还有我 WF 2015 new champion i give you 熊子强 只要我还有我 就会看到彩虹 场上裁判马涛 比赛现在开始 在河南电视台8号演播厅 为您呈现的一场68公斤级的较量 来自中国的选手熊子强 对阵来自俄罗斯的沙米尔 熊子强我们也很清楚 是来自新武创新的选手 在65到68 你甚至其实都是熊子强 一个可以游走的体重级别 而且这位选手打法很硬朗 曾经上海队的选手 那沙米尔刚拿到70公斤的世界王者 在那场比赛中是大逆袭 干掉了安里克克尔 拿到了这个金腰带 那本次比赛它降到了68公斤 在这个绝对力量上 应该是相对熊子强会更好 是 两位选手呢 应该都是我们观众 非常熟悉的选手了 沙米尔呢 也是这个在这个 众多的这个选手当中啊 除了这个强硬的打法之外呢 这个非常有特点的用短裤 这让很多观众这个记得非常飘逸 熊子强也是一直呢 在我们50分类台上呢 挑战各种抢手 没错 刚才熊子强的一个反击 两个人出动作并不多 沙米尔的前摆 但是我感觉两个人的这个 气息上的对峙啊 一直就没有停过 转身后到 沙米尔的这个 在70公斤的表现 是这个相对 而李克克尔打得更是先拔头筹 给了沙米尔一个中击 对 然后沙米尔反击回去的 那场比赛的逆袭 让我们看的是 确实是意向非常的深刻 没错 而且这个从两个角度来讲 一个是运动员的技术水平 一个是心理素质 沙米尔的都是非常的顽强和强硬的 没错 第一扫 熊总强 熊总强最近的 应该是处在一个状态的转型期 最早熊总强出现在 我们武林方的擂台的时候呢 是这种直线型对拼的选手 后来转成了这种 弧线型环绕的选手 很多新武创新的选手 经过了这样的一个阶段 那么我们期待他很快速度过 这样的一个阶段 毕竟 在这个两个人对攻中啊 这个进攻质量才是决定两个人的这个对攻胜负最重要的因素 是 因为沙米尔呢 也是这个打法的进攻上是非常有效果的 非常有想法的这样一个 对于熊总强来说的这场比赛呢 应该是非常难打的一场比赛 没错 对于熊总强来说真的是很难 沙米尔的拳法很准确 是 而且这个意志力我们也提到了 就是你很难知道沙米尔的精神什么时候被打垮 如果不被打垮的话 随时都有可能翻身的机会 就时刻保持着旺盛的斗志 对这场比赛来说呢 其实这沙米尔呢 以前也是打这个70公斤级的 对 降了重之后呢 这个还是有优势的 没错 绝对力量很好 沙米尔刚才的几次进攻打得都很准确 而且不着急建功 对 多打一些有效进攻 在两个人之间我们看到了这个死神方便的那头长发 这个熊子强应该说是这个方便的师弟 连续的X进攻 漂亮 前手后扫 第一回合两个人还在节奏 关键的我们来期待一下后面的关键的第二回合 好 我们来看一下慢放 这是沙米尔的X进攻 这也是很典型的这个X进攻的方式 启动很快 而且比较准确 我们看两拳都很准 好 现在的双方开始第二回合的比赛 第一回合的沙米尔的有效进攻要多一些 熊子强的这个还是出在这个试探的这个状态 对 我们期待他多出进攻 因为新武创新最近大量的这个精力都放在了这个战术的层面上 最早的时候新武创新刷在技术的层面上 比如跳膝 转身的边权 现在开始进入战术层面 新武创新开始从打游击开始打硬仗了 其实从不管是一个俱乐部也好 也还是一个运动员也好 他们都要经过这样一个调整的过程 对 其实在第一回合当中 如果说双方的都会有市场的话 应该沙米尔的这个整个的更有效 没错 他在整个场面上 包括进攻的成功率上会高出很多 没错 刚才熊子强做了一个很有质量的进攻 中段 前腿 又一次 熊子强毕竟是散打戏的选手 看来他选择了增加自己的打击有效性 而不是选择了增加进攻频率了 沙米尔的变线踢 这样的话其实是一种很聪明的选择 这样的话能够有效的 性格相关 熊子强是一个比较硬朗的人 他可能更希望这种硬碰硬的这种打击感 其实每一个选手的风格 最后都得益于规则 以及个人选手的性格了 包括呢这个平时的这个积淀啊 包括自己的性格啊情绪都可能在里面 有些 漂亮 有些运动员呢就是这个欲强则强 如果说对手呢能够激起他的这个 斗志 斗志的话呢 整个的这个状态呢 可能会翻着弯的往上升 没错 包围侧踹 这是散打的技法 漂亮 漂亮 这一下很好地利用了这样一个时间差 反击 没错 熊子强现在就是找机会 是 打反击和打空档 这个是需要很好的实际判断能力和经验的 而且其实熊子强现在这个战术运用呢 应该说还是很有效的 还不错 采取这个战术之后呢 沙米尔的这个状态的进攻率呢 也不如上一局那么高效了 熊子强第二回合可以说保持了一个进攻有效性的很高的碾压 第一回合是沙米尔拿到了优势了 沙米尔在跟恩里克科尔打的那场比赛里边呢 因为科尔特别希望跟他去对攻 对 所以给了沙米尔更多这种联击输出的机会 但是熊子强一直在移动 沙米尔可能打的也不太舒服 这回合还有最后进攻中 踢到熊子强第一段 运动太大了 应该说这回合打的熊子强来 比刚才的状态要豪处很多 没错准确率也不错 但是沙米尔依然是一个不可小觑的这样的一个选手 熊子强的状态还是很不错 眼神里边的这种斗志 透露出来的斗志和求胜的渴望是非常强的 我总觉得好像心无创新 要做更多的关于技战术上的安排了 我们看熊子强一直在点头 而且眼神里冒出来的那个光芒 应该是我们说好了 到时候了 对这个眼神当中的光是 他着了我的道了 没错 我们来期待一下第三回合 好 现在双方开始第三回合 前两回合应该说的两位选手 各在一回当中拿到了比较不错的表现 没错 这个第三回合就变得格外的激烈了 而且一上来之后 我们看双方的进攻节奏明显的不同了 踢的有点低了 但是没关系 两个人继续 是 再来一次 熊子强上来之后 这回合状态明显又要高于前两回合了 沙米尔的左手摆拳 熊子强一定要保证自己的移动 是 不要定装 哎 左手摆拳打到了 方便 自己看着自己的失地 在场上打 表情非常的淡定 是 我觉得方便心里可能会想 大不了我上去揍吧 哈哈哈哈 来我们开个玩笑 漂亮 挑戏 刚才这一下非常漂亮 哎 沙米尔是一个很有威胁的选手 是 这种韧性十足 反弹也很好的选手 现在我们看这个熊子强的明显是整个的斗志啊 在这个百分之百的燃烧 是 是有机会的 对 可能就像刚才在中场 在休息的时候的 王爷摸老师分析到的 在事前的战术设定 可能就是这样 没错 现在正好是熊子强的这个 按照自己的套路 一步一步的 这个把自己的战术已经 哦 信心的衍生 没错 哦 方便开始 开始支招了 哦 左手平高 哦 沙米尔的那一拳很重啊 对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啊 沙米尔确实是一个 其实是攻击的王者 对 而且呢是意志力和战斗力都非常强的这样一个实力 是的 没错 时间也不多了 我们看这个这场比赛要交给裁判其实蛮难判的 对而且呢熊子强现在一直如果继续保持着这样的移动来说呢 沙米尔其实可没有并没有更好的这个有效进攻的方式 是 沙米尔想对想定点的输出 对 想站在那跟定装 但是熊子强并不给他这个机会 熊子强脚步就没有停过 我们看又走了 哎一拳又走了 又走了 又走了 这样的话让这个山边可能会不太舒服 是 这个其实除了靠这个体能的坚持之外呢 还有更多的是意志力的坚持 哎 没错 哦 漂亮 哦 这下非常准 就是左手很棒 最后的几秒钟 漂亮 两个人 哦 赛到了 裁判比29 二号裁判 二十七比三十 三号裁判 二十七比三十 比赛结果 蓝 风 胜 有请中国华冠音第一人 刘藏元女士 为货顺芳奔奖 祝贺沙米尔 熊子强 在这场比赛当中 熊子强达的可宣可点 这场比赛 是 这场比赛 的 他的特点就是拳 而且是没有刺拳 只有摆拳 所以我一直在加强自己的拳法 然后腿是控制 就以这个战术来跟他打 其实一场失败 比一场胜利给我带来的那些经验和反思更多一点 丹尼尔加利亚 武林峰精彩继续 远征北方大陆挑战战斗民族 武林峰首次征战俄罗斯 最强大的对手 最飘悍的民族 是胜利凯旋还是煞鱼而归 7月15日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战斗打响 成吉斯汗达战霸阿斯克洛夫 白俄罗斯战神阿拉祖父 8月5日 两位强者狭陋相逢 是达战霸终结阿拉祖父 长达四年的独败金身 还是阿拉祖父 降服不可一世的成吉斯汗 两位同样来自北方的战神 为我们上演史诗般的对决 8月5日晚8号演播听 我们共同期待 咨询电话037招606个1 好 接下来问您呈现 2017WIF63公斤级 世界功夫王者 16人战B组的决赛 红方选手来自西班牙 丹尼尔 加利亚 蓝方选手来自中国 陈文德 我们欢迎两位隆重登场 看来吧 场上裁判李瑞 比赛现在开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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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臂展的比加利亚要稍短那么一点儿 臂展达到1米75 这会儿我们看陈文德的这个拳呢已经是在这个加利亚这个面部的形成了一个形成一个很有效的攻击了 稍稍有点挂彩 正灯连续正灯 加利亚就想把距离拉近 然后近距离的重击但是承德的并没有给这些机会 我们这边是在这个游戏中的那些机会 我们已经在这个游戏中的地方了 我们已经在这个游戏中的这个游戏中的地方了 成文德的第一回合表现得不错 不过他的对手这个重击能力还是很好的 漂亮 顶熙 成文德的重击火炮开始了 在双方的风格其实挺类似的 北达佛又一次同一样的跟上一场比赛打前一中是类似的 我们看能不能站起来不行了 这样的情况丹尼尔加利亚是以两个基本几乎同样的方式 复制了自己上一场胜利的方式 是 没错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比赛进行到第二局45秒 红方 TKO对手 比赛结果 红方射 祝贺丹尼尔加利亚 感谢陈文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阿拉总部 祥福不可一世的成吉思汗 两位同样来自北方的战神 为我们上演史诗般的对决 8月5日晚8号演播厅 我们共同期待 咨询电话 037-60-6-1 成吉思汗 达战巴阿斯克洛夫 白俄罗斯战神阿拉祖父 大月5日 两位强者 狭陆相逢 是达战巴终结阿拉祖父 长达四年的独败今生 还是阿拉祖父 祥福不可一世的成吉思汗 两位同样来自北方的战神 为我们上演史诗般的对决 8月5日晚8号演播厅 我们共同期待 咨询电话 037-60-6-1